嘻人嘻语,一是趣闻 何车今日又跟你说一下趣闻 我记得戏班有一句词很流行的 经常大家都有说的 你的借仓天呢? 你个借仓天呢? 喂,我家的借仓天是这样 什么叫借仓天呢? 原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代后 有一套戏整个戏行都好行的 曾经有他说,未做过这套戏 即是不是文武生 什么戏? 吴不归 吴不归是什么? 那时有三王做 文武生王,薛角仙 做个文庭生 花旦王,上海妹 做她的老婆 还有一个半日安丑生王 做家婆 反串的,男人反串做女人 那里面有一句曲弛 因为既然记得了 家婆逼媳妇 又说媳妇不好 要赶她出门口 当她把媳妇赶了出门口 那时家婆就有她白蓝 那是Ь套国 我借倡天 借祖丝 即是赶了媳婦走了,她不生儿子 草国回来的问题是承宗接代,可以生儿子 所以她就要借仓天,借祖先,保佑她的文革 那时唱到家如户晓,连观众都会借仓天,借祖先 气班又流行,大家都知道借仓天,借祖先是什么意思 以后就将借仓天作为那些家 又吊桥楼宁,又黑莫,又无是新非 那些老妇人,老鱼,当然现在说的不尊重老人家 那时候就是说老人家曼环,逢你将那些人叫做借仓天 有时调刊大家只是大家开玩笑 借仓天就是问,称你妈妈,你妈怎么办呢 我那个借仓天搞不定 借仓天就是作为那种,那类型的人,一个代称 气班佬,这些语言真的很丰富 粵剧传统,气与气人 今天的日文,先说这么多,下回再见 我发现了,孙女儿没了 我不能演唱如何 就准备这些导演唱吗 我发现了,还是在整个之后